吴公如 大家好,我是吴公如 我在 還沒有寫NAC以前 我遇到了 許多的困難 那我一直一直的走不出 走不出來 後來 我跟 小季老師 寫了 寫了一下NAC 中秋節那天 我遇到了我的子女 那我跟我 我看到我的子女還是跟以前一樣 十個月沒有出去找工作 然後呢 她是一個很宅的宅女 她可以兩個禮拜 不跨出家門 連買飲料倒垃圾 她都不願意去 然後我就跟她講說 你給姑姑二十分鐘 好 那姑姑想跟你聊一聊 那從現在開始 你有什麼想法 那她就跟我講說 好,從現在開始 我要開始上網去找工作 結果她第二天 真的跨出那個大門 真的去找工作 所以讓我很感動 後來呢 我回家的時候 我的兒子 功課一直沒寫完 一直沒寫完 然後 我也 跟她做了一個NAC 後來 沒有 多久 大概二十分鐘後 她就跟我講說 好,我開始 我會改變自己 那就 結果我們就聊了 半個小時 那第二天的時候 我很感動的是 她 馬上立刻 早早起床 不用我叫 然後 就去學校 結果呢 第二天的時候 她也把功課做完了 然後呢 老師也 也不再緊迫盯人了 那我看到她的笑容 我心裡 感到 蠻開心的 那後來 這一兩個禮拜來的時候 我感覺到 哇 她更快樂 所以 我感覺到 這個NAC 讓我學習到很多 也讓我改變很多 如果可以的話 我希望說 我可以 更進步 然後 慢慢慢慢的 像 小季老師這樣 可以 為很多人服務 貢獻這樣子 那樣子 那樣子